来,这边的话呢,我们介绍的是三角函数之中的话呢,角度是负的,就负角的话的互补性值。 怎么说呢?那我们的话呢,知道一个单位圆,这里角度是θ的话呢,这个坐标大家都非常清楚了。 这个坐标叫做cos θ,side θ,这个坐标在这边,那我们再来看,如果我们的角度的计算的话呢,都是以正向的这边来计算的,逆时针的方向去旋转出来的角度。 这个是逆时针,那这边叫做顺时针,如果是颠倒过来的话呢,那我们就叫做负的角度。 那这个地方,负的角度有没有关系呢?没有关系,我们就照写它的坐标。 这是cos的负的θ,那这个地方的坐标是side的负的θ。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,从图上面是不是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情况呢? 请看,x的坐标是不是一样?这两个坐标,x是一样。 那y呢?y的坐标一个在上面,一个在下面。 大小相等,正负相反。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等式。 来,什么等式呢? cos的负的角度。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cos的。 没有,相当于什么呢? 是负号被它自然的给吃掉了。 cos的话呢,它可以化解掉负号。 也就是负的角度,直接的话呢,杀掉负号就可以了。 那side呢,各位同学看一下,side的话呢,是y的坐标。 y的坐标,这个地方是x一个负号。 那我怎么写,让各位同学比较熟练呢? 来,我们写出来给各位同学看。 side的负θ是什么呢? 这两个是x一个负号,所以是负的sideθ。 那各位同学怎么样记呢? 负的角度,如果是三角函数的side的话呢, 相当于是可以把负号给扔到外面去。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性质。 另外一个是比较没有那么重要的性质。 我们顺便跟各位同学提一下。 那角度的话呢,如果是差180度,各位同学看一看。 这个180度的话呢,这个的坐标是多少呢? 这个坐标的话呢,是cos的180度,减掉θ。 side的180度,减掉θ。 各位同学看看这个坐标。 那我们来想一想。 side的话呢,真正的跟它的值是一样的话呢, 是差的,这个是没有差。 这个的话呢,是一个正,一个负。 不过我们在实物的计算上来说的话呢, 其实的话呢,直接就看它距离180度, 差多少就可以了。 就按照我们的广义的三角函数的计算方法就可以了。 那这一部分来说的话呢,这个地方比较重要。 那顺便提一下。 tangent的话呢,负θ又是怎么样呢? 那各位同学知道,tangent本身就是side除以coside。 side除以coside。 那各位同学看一看,这个负号可以提到外面去, 这个负号被吃掉,所以的话呢,是tangent的话呢, 跟side比较像。 它的话呢,是负号可以扔到前面去。 那从此以后,我们这种这个公式的话呢, 是我们耳熟能详,如果同学有用到的话呢, 负的角度side是丢出去,coside呢,是直接吃掉。 来,我们来给各位同学做一个例子。 如果今天你们出了一个这样的题目, 负的60度, 那各位同学会不会直接写答案呢? 负60度, 没关系,有负的, 直接化解掉, 直接变成coside60度等于多少? 二分之一。 好,我们再来看哦。 side呢, 负的60度, 那是多少? 负的, 在side来说的话呢, 它可以把它丢到外面去。 side60度是几? 二分之根号三。 所以的话呢, 各位同学的话呢, 我们这里面主要的内容是要让各位同学知道, coside可以把负号直接化解掉, side的话呢, 可以把负号扔到外面去。 那这一部分的话呢, 我们就大概介绍到这里。 再看哦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